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分享如何给显卡超频升级 这是下集 还没看过上集的同学建议看一下爱折腾玩家的第12集 不花一分钱也不用拆解显卡 对显卡几乎没有伤害的情况下如何超频呢 我们需要一款软件 是免费软件叫Afterburner 关于这个软件如何安装和使用 在之前做过两个视频教程 就不在这展开了 启动Afterburner之后 里面有一个自定义风扇转速的选项 X轴是温度 Y轴是风扇的转速 它是百分比 每块显卡都有一套默认的温度转速曲线图 我的这块显卡默认曲线图很保守 可能是偏向静音策略 温度升高 风扇转的不猛 风扇转速越高 散热越好 当然噪音也就越大 它可能是为了静音 转速尽量调的低一些 根据上级测试的结果 显卡温度50度出头 频率是1924MHz 当温度接近60度时 显卡频率是1911 当温度到达65度 频率会低于1900MHz 所以这个50度是关键 温度达到50度时 就要加大风量 尽量让显卡保持50到60度之间 尽可能的别超过65度 那显卡频率可以稳定在1911到1924上 这样做的好处是 1924MHz比1860MHz 1800就是默认的情况下 它高了64MHz 虽然64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 但是起着关键作用 举个不准确的例子吧 游戏61帧比57帧多了4帧 但是前者可以稳定60帧 而后者会略显卡顿 比如在游戏中 一直稳定在60帧的手感 突然有几秒降到了57帧 那手感是有变化的 说完好处下面再说一下我的做法 我在Afterburner 自定义风扇转速的那个界面 在50度的那条竖线上设置了一个点 当显卡温度达到50度时 风扇要给70%的转速 实际转速是2000多转 噪音有点大但可以接受 在70度那条竖线上再设置一个点 让风扇转到80% 在90度再设置一个点 让风扇达到100% 如果觉得这样太激进 可以适当减少风量 具体在哪些温度给多少风量 要根据自己显卡的实际表现来设置 我的设置仅供参考 我看过网上很多分享的都是 50度的时候给50%的转速 这种配比我觉得太温柔了 不适合我的显卡 温度压不住 通过以上设置 在游戏中 显卡频率几乎没有低于1911MHz 确保显卡稳定的达力的输出性能 就是有点小担心 风扇的噪音很大 时间长了会不会坏掉 我估计不会 因为我玩游戏时间不长 也不总玩游戏 只有玩游戏的时候才开启Afterburner 其他的时候都是显卡的默认设置 以上是我给出的 免费为显卡超频升级的方法 用风扇速度换性能 小提升也算是免费的小福利 最近新出的一些3A大作 虽然声称推荐显卡都是GTX1060 但实际上GTX1060 它的高特效不能稳定在60帧 帧率变化很大 比如吉米飞车21 星球大战绝地无视 还有之前发布过的怪物猎人事件 用GTX1060玩这种游戏很费劲 我有几点建议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第一 为了确保帧率稳定在60帧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调低一些渲染分辨率 比如调到80%到90% 低于80%比如75%就不推荐了 因为75%画质损失很大 降低渲染分辨率会降低显卡的计算量 显卡需要干的活变少了 温度也会降下来 第二 关于渲染分辨率我展开一下 渲染分辨率不是物理分辨率 降低物理分辨率会导致画面比例变形 和缩放模糊 渲染分辨率不会这样 渲染分辨率的83.33333 相当于1080P变成了900P 这个1080P就是1920x1080的分辨率 这个900P是1600x900的分辨率 PS4游戏机也是类似的做法 当它遇到性能吃紧的场景 它也会降低渲染分辨率 只不过PS4的那个是动态渲染分辨率 它会在1080P和900P之间自动变换 性能不吃紧的时候自动会回到1080P 玩家感觉不会很明显 但咱们这个是固定900P渲染 需要手动切换成900P还是1080P 900P就是83%或者85% 极品飞车21的PC版只能手动切换渲染分辨率 它不支持自动渲染分辨率 有的游戏是支持自动渲染分辨率的 第三除了降低渲染分辨率 还要开启垂直同步60帧 这个一定要开 游戏的有些场景它的计算量并不大 这时候可以让响卡休息一下 也顺便给响卡降降温 如果不开垂直同步 即便是遇到响卡计算量小的场景 响卡的负载也可能会达到99% 这时候帧率会很高 有可能70多帧90多帧 感觉有点浪费 一是浪费显卡的性能 二是浪费了给显卡降温的机会 显卡的温度降低意味着 未来频率提升空间很大 第四是景深 设置成低或者是普通或者是关掉 我感觉NVIDIA显卡 对游戏景深的算法或者是优化不好 景深的意思类似于照相机的大光圈镜头 前十后虚背景虚化 按说这样可以节省显卡的计算量 因为背景是模糊的 不需要太多的计算量 但是我的实际感受是 遇到这种虚化的场景 虚化的镜头 特别是人物特写背景虚化 这时候显卡的负载相当高 比正常还要高 基本上都会掉针 不如直接关掉或者减少景深 有些游戏的中特效和高特效 视觉效果区别不算大 DTX1060虽然很有名 但是现在也算是中低端的卡了 为了帧率稳定 选个中特效也算不上过分 最近出的游戏和老游戏 DTX1060是没问题的 毕竟这块卡的用户保有量还是很高的 游戏开发商也会针对1060 以及这个级别的显卡做更多的测试和优化 至于未来的游戏 就留给未来的显卡吧 将来升级显卡 怎么说算力也得翻倍 AMD的5700XT起步 GTX1060的算力是4.4T 下一个显卡的算力怎么说也要9T以上 我目前的想法是 未来不打算因为游戏而换显卡 将来的游戏准备交给下一代游戏机 比如PS5 PS5会在2020年年底发布 我准备在2022年购买 那时候主机的产能也上来了 价格也稳定了 游戏也多了 现在的GTX1060再加上PS4游戏机 玩游戏撑两三年应该问题不大 这集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